我知道一个故事 一个大房地产 不说他的名字 他的厨师是一个 五星级酒店 直接挖过来的厨师 在那儿做菜 专门给他的客户做菜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有钱人 在确定能不能来投资的时候 来做了考察 在吃饭的时候 吃到了一种芋头 就是说我小时候吃过另外一种 长得像老鼠的芋头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个厨师 就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找了很多的地方 后来在陕西找到了 这是个广东的地方的人 找到了之后 就在广东也种了 而且种植成功了 当这个老爷子第二次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交代 把这个都端上了 吃傻了 流泪了 投资了 关键是投资了 对 那你 那关键是第三句 我们跑去吃傻了 流泪了 买单走了 就是可能和个人的阅历和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就每个人需求其实都是不是特别一样 它是既有这个这个个人的说你喜欢你好什么你好什么 但是你如果因为这个你说这个东西里边它就没有绝对标准 好像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我们中国工匠过去讲什么采美工粮 这基本上是个绝对标准吧 您说食材也是 采美 对吧 好的菜 最好的这个材料 然后最好的这个技术 技术和和做工 当然您说什么才最好 某一个芋头是安徽的最好了 还是比如说陕西的最好了 那么这个可能是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呢 还是说最后大家会得到一个绝对的公认哪的最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说人生哪的最好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从科学的理念来出发 比如说含糖量 氨基酸 脂肪 每一个把它都拎出来 对对对 检测 包括这是客观测评 还有一个主观测评 比如口感 这个脆度 含水量 这个后味入口的味道 再加在一起可能是会有高低 那现在我们说我们的美食家 很多的美食家他能够做到的一点 就是说在合适的时间到合适的地点 吃一些东西 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高了 再往上肯定是大家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有一个美食节目 他就讲他第一集讲就是这个披萨饼 他一上来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他说如果对一个意大利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披萨饼 他有披萨饼行业协会 他必须是某一个地方出的这种奶酪 这种面粉 这种香草等等 这个所有东西就像您说是原产地的 这个才叫是披萨饼 别的就不叫 可是这个主持人他就说在日本 比如说他的披萨饼上放海鲜 那意大利人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什么呀 他说可是 我吃过放烤鸭的比较 我也吃过挺好吃的 还加菠萝是不是 ugly delicious 对 他说 对对是ugly delicious 对 他说那在日本为什么他用海鲜呢 因为他离他的原产地更近 对吧 我不能从意大利飞这些东西过来 那离我这个更新鲜 那更新鲜是个标准 还是原产地是个标准 那后来他还就很多 包括去了那种那个连锁店啊 等等就在讨论很多 到底有没有这个标准 其实最后他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其实能不能引起人的情感的 这个标准 他很多这个整个的 他这个美式节目都在讲 最后食物跟情感的这个关系 对 非常非常高明高妙的一个 跨文化比较节目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我就想到 实际上我们刚刚讲德国人 其实美欲这个概念 就最早就是就是席勒提出来 他说是 他有一个叫什么美欲简书 他就说 这是一种对于工业化 碾压心灵的抵抗 就说我们在一个工业化 一切都有标准的社会当中 我们的心灵也被这种标准化碾压 我的美欲是要把情感 这个东西恢复出来 那你说蔡元培讲 这个美欲代宗教 他讲的就是说 教如何情感之运用 那会不会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有品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不管你是什么 你最后引起了我美好的情感 为什么你刚刚说 工艺的这种标准 因为可能只有达到这种标准 它才能激发你美好的情感 你烂七八糟的一个东西 它可能无法激起你美好的情感 会不会就说激起美好的情感 是一个品质的标准 徐老师美学家 我还是想到因为小青 我还是想着讲到要吃的问题 汉堡包的这种统一化比较明显 那我们一般是在填饱肚子 速度快的时候 但它至少达到一个好处就是 基本的干净 对不对 比一般的如果 卫生健康 当然我们它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 那比它再好一点 比方我们晚餐 我们去吃一餐 我们就不会去这样的店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都是从众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好听的饭店 它也连锁 它上海有一家 北京有几家什么 去这种饭店比较保险 那如果再要往上 比方说我们又想要品质 又想要格调 又想安眠器 其实是一般是两条路 其实我们都是很盲目 都在从众 一个呢就是贵的地方 就像去到某一个有名的饭店 很高级的套房 然后啥都这个鱼子酱等等 那至少吃得个贵 那还有一种 那这种可靠吗 比方说台北有几家吃牛肉面的 要排队排很长的 这个街上 那它以标榜 就是说我不开连锁店的 我就这几家 很多人去 我的汤是多少年 不变的等等 那这些靠谱吗 这些是不是品质好呢 在牛肉面领域是靠谱的 只能这么说 但是你 时间和人数的检验 对 但是如果说它就是 牛肉面 美食 它就是美食的最高的境界 可能它确实又差一点 它在这个专门的行业 做得非常精 它特别 就是日本这样的店 可能就会更多 有专门的寿司店 有专门的天夫罗店 小店 特别小的店 很有名 也排队排得要死 对 比如说有一家吃泥酒的店 我们想日本人 怎么能吃泥酒呢 泥酒好像我们老家才吃 日本人就在千草旁边 不远的地方 就吃泥酒 也排队 也必须得 它是炸的还是 不是 它就是一个小铁锅 往那个炭炉上一放 主就上面放的 切的大大咧咧的 小铁锅是带汤的 带汤的 那还有鲤鱼的刺身 那我们在国内 比如说我们做 顺德鱼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专门打上字幕 请注意安全 这个有寄生虫 这个大家要小心 要不然播出会有风险 比如潮汕生烟 我们就潮汕生烟一吃 哎呀那简直 就眼睛都睁不开 好吃 但是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所以要小心 就要注意个人健康 也不是每个人的脾胃 都能适应着 但是在这家餐厅 你能吃到鲤鱼的刺身 生吃鲤鱼 河里面的鱼啊 但是呢 这是日本 几百年前 他就这么吃 那今天 人还这么热爱 这种店是故意不开连锁店 对 他肯定不开分店 他不开分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实际上跟所有制有关系 就是 他 他这个屋 房子是他的 这个 经济形势有波动 他反正没有房租 所以这个 再买几个房子不行吗 对 再买房子当然可以 但是 不开连锁店 是 有的餐厅 是 就像纪录片一样 有的纪录片是卖制片人的 有的纪录片是卖导演的 谈话节目也是这样 有的节目是卖平台的 有的节目是卖主持人的 指着我说 所以这种牛肉面 就等于是卖主持人的 对 他是卖 他不认为他有能力 做这么多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都尝试过 我做更多的试一试 做不来 我问那个老板 因为我们排队排很久 永康街 对 永康街排队排很久 外面又刮风又很冷 那等到买到 这个位置又很挤 对不对 那等到我就问他了 我说 你为什么多开几家 为什么不多开几家 他说多开我就管不好了 多多多 他就是 那我就觉得 他这是一种很朴素的 像写文章的人 他不愿意弄得太多 他不愿意考论销路 就是我回到刚才讲 他是以quality 就是以质量来第一来考虑 但是房子不是自己的 他就好 对 他应付不了市场竞争 也不是这个 你做好了 我给你收回来了 我来做 但是我觉得确实像你说的 你比如说这个品 品和质 品呢 是高低 对 质呢 是内外如一 懂画的和不懂画的 你承认不承认有高低 人品 承认不承认有高低 品质就是 比较多一些客观性的因素 品味就相对来说比较主观了 对 对不对 这就涉及到品味了 但是品味呢 又有好多加速 对吧 这个系统呢 他好像有他的高低 你比如说 那你很多喝泡茶的 就很多圈子 那你 他觉得他这是高 你那是低 我们拍片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去拍一个做茶的 我说 哎呀 我说真好 泡茶 真好 我说 两天喝了两个大师的茶 你喝了谁的茶 我说了另外一个名字 哦 那今天你就不要喝我的茶了 哎呦 哎呦 是是 竟有这样的 什么意思 同行相亲到 对 就是说 那他你不懂茶的 你喝不懂我的茶 不管是衣食住行用赏 就是你就说蔡炎培这个 美欲的问题 他原本啊 是有他道德的含义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孔子讲什么 武未见什么好德 如好色者也 我觉得美欲真的是个方法 就是说啊 你说让人舍己为人 这个东西对他来讲 是需要克服人性的一些 恶性或者叫动物性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人要知道美丑了 哎 有些行为 我相信你不爱做 你是觉得太丑了 倒不是说你多么高风亮节 说实在 是因为如果你有一定的品味 你觉得太太丑了 你看 他这个美欲 所以我说这个再推广一步呢 就到了小青说的这个 这个品 你像现在这个流行词叫你品 你细细的品 哎 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不会细细品的人 他这方面的神经 或者说他也没往这方面做过努力 但你要努力努力呢 我就说也许你就能不吃亏 就是在很多选择当中 哎 你特别注意 回味 特别注意 变味啊 这个 或者说这个老师说 这种红酒好 我试试 他说那种红酒好 我试试 哎 这又有点像人生的混乱选择当中 你该怎么办 就是 请义多失 但是最终你要对自己的感官诚实 可是你的感官需要你学习 需要你开发 需要你进步 这个 这个就是跟 当然跟训练特别有关系了 我就想起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好像是 黑泽民的女儿 他写那个回忆 他说 他爸爸跟他说江湖时代 有的那种商人家里面 什么 就让这个孩子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好东西 什么真东西 就给真的金块 当玩具玩 就是让他玩 说从小接触真的东西 甚至就是说 他一个 就是你长大了 知道什么是真金 但从小也是有这个真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 你比如说 那不要钱的 那大自然 或者是等等一些 真的好的 自然的东西 你可能慢慢的 不光是吃了 各种方面 你会有你的 就是这个体验 那其实你刚才 还说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美的感受 会引起方方面面的改变 我讲四美三热爱 对 对 哪四美 说得出来吗 心灵美 环境美 有吗 有 然后呢 我采访过 就是湖北有一个 就是贫困 中学的 就一个校长 他去到 就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说一开始 那个校风特别的糟糕 比如说就是考试作弊 老师都帮着学生作弊 那种 就是一个大家不爱去的 这么一个学校 他干了一件 就什么样的事呢 他在这个厕所 叫大家种植物 我们学校有这个美术老师 你弄弄这个绿植花 怎么弄进去 把这个厕所弄得特漂亮 就从厕所开始 大家会觉得 我们这个环境在改变 他们的学校的方方面面 一切东西 都大家开始觉得 我要维护这个环境 他就说 有这种细小的一个环境的改变 慢慢慢慢把校风啊 各个方面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努力 就是说美的感受 会引起一个人方方面面的改变 我真理想主义 那你讲讲现实主义 对 你说说现实 现实主义是 我们的胃口搞不听 就是说自己没法下判断的时候呢 照他刚才的说法 信别人还是对的 就是谁是老字号 很多人排队 你排队大致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不会那么多年 那么多人上当 对不对 当然慢慢的你就 因为你与此 现在有一个 现代化的排队方法 就是网上查 对不对 这家店点赞的人多 网评好 那根据 这个都是在自己判断能力 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那你还有一个选择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用的 那就是看 他的装修啊 宣传啊 包括网上呢 很可能是生产关系的宣传 对 对不对 他不像那个排队 讲的故事 就是就是 他不一定真的品质好 但是他的故事讲的好 所以你看 这跟人生一样 就是你有几条选择 最好的就像我那说的口味 我能品 我一判断就好 但是说实在话 我所有的食品里面 我能判断好坏的东西 没几样啊 有什么大部分的 我生煎馒头我知道 我也知道 生煎馒头你要 后弄我 我不行的 有品质的生煎 他这个里边的肉是哪一部分的了 面粉是到什么程度的了 放不放发高粉了 发中的还是发低的什么 我还都知道 品质 这生产过程 我都知道 而且你好坏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 更不要说红酒 这种学问深 无从叛徒 红酒他喝文道行 我哪行啊 他根本喝不下 我被人家喝 那个几万块的 跟几百块的 搞在一起 我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立下子 觉得自己文盲啊 就是根本就是不行 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了 就需要专家 而这个专家 就要受两个东西支配 就是我刚才讲 一个就是老店 对不对 而他们在市场上 是不指向的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投入宣传 对不对 广告 故事讲得好 那我们也会进去 对不对 你否则怎么办 所以怎么选择食物 其实是跟 怎么选择人生道路一样的 是啊 你看你讲的这个 什么生煎馒头啊 什么包括小青 我觉得他特别为人民服务 就是说老百姓 爱吃的这个食物 其实咱们说了半天 这个品质啊 倒不是说多有钱 对 你说 这个品质 是不是只对所谓的 高端人士而言了 我觉得不是 当然不是 就是对啊 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钱也不多 或什么的 他怎么有高品质的生活 体现在哪呢 就像吃的一样 叫适口者真嘛 就是他都每个人都有 合适自己的胃口的东西 但是 回到自然属性 对 但是你说老实话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不可能每个人 都有可支配的资源 资源或者是资金 有这么多 对 能够吃到自己 天天想吃的东西 对 所以 他 品质有时候 或者说品位有时候 你能够得到的 和你想得到的 就像分子和分母的关系 你想得到的特别多 能够得到的就这些 你可能就会 他的数值就会变小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 因为新冠 我不得不提高了 我的生活水准 如果再不留掉的话 我就破产了 怎么说 就是因为不是 每个感染的人 不都有他的 去吃了哪家餐厅 对 去了哪个酒店住 不都有踪迹吗 对 所以为了 那个留掉 能好看一点 把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了 有一天曝光的话 你再留掉 对 如果再不曝光的话 真的 这事对他有影响 就是实际上 你原来是天天吃麦当劳的 怕被人曝光这件事 好多地儿 原来吃的地儿 你都不方便去了 对啊 那万一流掉了 对吧 你看 我还以为他说流产了 那没关系啊 你常去吃普通的店 那对你有伤害吗 没面子 被公布 你看 面子算不算品质要求 这品质 高品质生活到底是面子 还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品味 情调 对 有很多东西 很多人去的时候去吃 其实都知道 吃一个情调 对不对 吃它的一个环境 民气 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能看到 能很多的这个 餐饮的教学的 这个课程 它都是告诉你 就是 它利用的是人的 心里比较脆弱的那一面 比如说 为什么那些餐厅 人多 它适合拍照 哦 对 你拿着自拍杆去吃饭 就特别合适 我现在看某点评上 都要写上 叫适合拍照 对 是吗 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 关键你花的是85块钱 你能够吃出来 250的感觉 还是吃成250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它就给 给人明确的心理暗示 所以 有时候 参加一些餐饮方面的同行 这个论坛会啊 我心里面就会有些悲凉 就会觉得 餐饮和美食 往往 用的是两股劲 刚才说 提升品质 我们说 人判断品质 是 你的一个审美过程 对 那提升品质 是对方来看我 诶 这也可 对 没错 这是一个反过来的 这反过来的东西 往往我们提升品质 提升到一个 合适的程度 就简单地说 提升到 麦当劳的这个程度 它是一个 最佳的盈利点 我投入的精力 我雇的人 他们是 我用的时间 他们是仔细算 对 反复计算过的 这就是最合适 我这样就能挣到钱 那你要 但是 比如说 我花50块钱 能够到这个程度 能够到 这个60分的程度 我再花50块钱 能到65 他就觉得 他只能到65分 往往是这样的 这是现代社会 给我们带来的 标准化 对 他就使得你对品质的要求 只能是在一个限度内 只能在这 所以对生活要求高的人 你的要付出的 你要想吃70的 你要付200 嗯 我现在经常发现 就是说 我想要这个东西 质量好一点 我的价格 可能要付出的 就是两到三倍 或者更多 这个不仅在吃 在各种 衣服 汽车 各种房子 什么都会体现 它超过一个 就是你讲的 一个最佳限以后 你任何一步提高 就要付出 都要付出 扎倍的努力 所以就要找那种 就是高一点 但它价格 没有高几倍的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人都想 这个一样 我们俩的方法论 是一样的 他就说买衣服 他说 你看 比如说 人家刚刚开的那种店 他说 你找什么样的店呢 他说 找富二代开的店 为什么呢 料子不花钱 就是这么说 我倒是想到 你刚刚说到 就是说品质 一般现在 其实大家都特别焦虑 这个事 就为什么呢 如果你说品质 跟这个美的东西 跟审美 跟美玉挂钩以后 现在所有家长都焦虑 因为什么 美玉都纳入了中学考试 你知道吗 是吗 以前没有这个 对现在中学要考 升学要考这个东西了 就大家从 怎么了 你发现了这个很美 好像这个满汉到达的动作 我以为他突然发现 这个杯子买了 就是没有品质 他们你看 所以现在看这个 美术馆展览的 这个家长 就是懂不懂 都报这个班 要学 要带着孩子看 他自己看不懂 也是孩子都排着看 然后呢 就千方百计的 要提高这个东西 因为算分数 是吧 不光是 而且不 大家真心也觉得 就希望下一代有这个 就我们这一代 可能 表达你刚才的信念 就是让小孩 从小知道美丑 以希望他以后 长大以后 就会有品味 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发展到大家 希望孩子从小 就是说 就下一代人 从小能知道美丑 很多孩子 我见过的 他会弹钢琴 可我觉得他不懂音乐 他会画画 可是我觉得 他不会欣赏画作 我觉得他不懂审美 是不是心灵的事情 灵 就是一个是经验 看的 还有一个是心灵 我就在 我最近比较感慨的 我看日本有一个 就是那个动画片 已经很多年了 叫阿设计 他就是一个 集了日本 就是日本最好的设计师 半壁江山 什么原研灾 什么魏严 我这些人 都是给这个片子做策划 做这个里面的 就是这个设计 但是是个动画片 很多很多集 每一集 就是这个十来分钟 讲这个东西 怎么拆的 怎么设计 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要培养 说这个 这个就是最早的 这个导演 他就说 我是要培养 60年以后的设计师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 就是说 我们觉得某一个领域 最高的这个艺术家 最好的什么 他不应该给小孩子 去服务 我就说 最好的这个艺术家 最好的设计师 他们能不能做一些 从就是最底层 开始做的事情 能让他慢慢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小青 你可以给支支招 大部分人的这个生活 甚至是年轻人 有些是租个房子 甚至只有几平米 这是立锥之地 他怎么该 他该怎么追求品质 如果说现实 可能是很残酷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一个向善的 一个内心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过有品质的生活 实际上 到了自我实现的那个地方 跟物质生活的关联并不大 内心够丰富就行了 我经常跟同事在一起 同事说 那是个什么牌子的车 那个可能很贵吧 他们就会挤得我说 你的内心真充实 其实它跟物欲有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给自己立规矩 就是中国现在 这个大家比四十年前要富 要有钱多了 或者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多了 那过去的追求是 吃饱 吃过瘾 吃满足 现在更多的是 吃少量的 吃精致的 这样的人 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 他们就是 大致是有品味的 也不会像我们 天天去吃烤串 吃烤串没品味吗 不算有品质的生活 吃烤串 说老实话 吃什么都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那根棍 在那坐着 喝着酒都行 就是它不需要 特别精细 谢意 你说听哪个烤串 烤串大王 好像 它的技术含量 稍微低一点 你看 它这个还是跟技术含量有关系 对啊 所有的餐饮 肯定都跟技术含量有关系 刚才 徐老师说的 排大队的 那个牛肉面 那就是 它 天不亮 就前一天晚上 开始炖牛肉 早上 切成块 再炖一次 完全烂了 还快还在 一块一块的 还都在 然后这个牛肉汤 再来做面 这不是单凭名气 它真的是在 制造工艺上 就是无论谁去拍 无论是去暗访 它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碗 那个牛肉面是什么 里面有五种 不同的地方的牛的肉 有什么有澳大利亚的 有巴西的 这个肯定是讲故事的 就肯定是讲故事 就骗你这样的 人家有报道的 当然我吃不出那牛是 什么哪个 用的什么护照 我想 我想 他刚才回答的 正是 对所有领域都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价值观呢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 就是 吃东西 你可以吃很贵很贵的饭店 那这是一种 但是我们看到 非常现实的 老字号的 对不对 老百姓排队的 很有地方特色 还有家里的 没有人比妈妈煲的汤 更细心 当然 肯定 这此处有弹幕 我妈就不煲汤 所以实际上 现实生活当中说 并不是人人 都要照着这个社会阶梯 才能追求到自己的幸福 虽然你们故事讲的很多 你牌子很多 什么东西很多 穿衣服也是这样 各种生活 只有房子稍微难一点 但是小青 我问你 你比如说 你当年比现在穷十倍的时候 你认为你的生活有品质吗 没有品质 我现在的生活也不怎么有品质 但是我经常会跟有品质的人在一起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你和你的同事 但是你会觉得 人在追求品质的过程当中 再丧失一些东西 那二十年前 在东四十条桥 老李考串 在一起喝酒 谈着一些哲学命题 说着都是我 只听过名字 从来没看过著作的 二十四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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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